注意看,这就是整个网络上最奇怪的健身狂,他居然还进一步增加了夜问墩的难度,他的健身动作震惊全网,就是视频里的这位年轻人,瞧瞧他这个惊人的动作,如果要给这个动作想一个名字的话,不知道你会给他取个什么名字,到底什么样的名字才能匹配这些奇怪的动作? 这位帅哥说这是他五年来坚持不懈的结果,然而这些高难度的动作都是努力训练后的成果,健身新人切勿模仿,因为动作有趣又好笑,还练出了他这样的完美身材,尤其是这腹肌,怕是把腹肌撕裂着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,难怪网友称他为妖王,近期他还把火爆全网得的夜问墩提升到更难的程度,看看,他竟然反过来做夜问墩,再起身,再墩,这难度别告诉我你也能做到, 这个立于打挺的动作,不是李小龙的核心训练动作吗?称他为龙骑,这一个是夜问墩,你认为夜问墩和龙骑哪个更难? 此刻你看到的,就是他前面和夜问墩一同展现的龙骑,他说这是他做腹肌训练时的核心动作,称之为龙骑漫步,真是名副骑士的妖王啊,就这个角度来看,这竟然有序的腹肌,他要是有个迷妹老婆,应该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,跑到户外来独自训练了吧,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我每次看到这个动作都没憋住,笑出了猪叫声,经过的路人会不会误会他被卡住了头? 最难以理解的是这个动作,他说为了巩固龙骑才有的这个动作,是加强腹肌的关键动作,至于什么名字才配得上这个动作? 这个任务就交给正在看视频的你啦,部分女娃娃看了这个动作之后忍不住评论说,放开那一字,冲我来冲我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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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� 나는如此 好 好